欢迎回到高雄亮起来 今天的节目很特别 来了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是我们3510地区 辅论社的总监蔡东协蔡律师 那之后呢 是我们艺首大学教授洪惠阳 那接着呢 那我们将正题切回我们的奖助学金 奖助学金其实对于 家境清寒的孩子来讲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先请总监 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要跟我们大家讲 有 那像刚才的VCR也有提到 我们现在3510地区 也就是包含了高雄 屏东跟台东地区 那我们现在主要有 大概有三种奖学金 第一种是中华夫人教育奖学金 它原则上是针对硕士跟博士班 那硕士班呢 一年就是12万 博士班是一年16万 那它的截止时间是到11月 那对不起到9月 到9月 那另外来讲的话像这个 台湾佛罗伦教育奖学金 它原则上是高中值以上的 那它的截止时间是到9月底 那它是每一位学生是1万元 那最近几年 大概最近四年内 我们又另外设立一个 所谓佛罗伦之子的教育奖学金 那是针对小学国中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概是有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整个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学生 一年是1万2 那原则上我们都是 大概9月开学的时候给 那这个是整个地区性的 除了地区性的之外 我们各佛罗伦社本身 也会视他们自己的财力 还有他们的 跟在地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们佛罗伦社 讲究的是两种服务 一个是国际性的服务 我们会到柬埔寨 会到其他国家去做援助 但是我们更重视的 就是因为它的起源 就是在地的 是基于社区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针对社区里面 各佛罗伦社自己 视它自己的力量 它有设奖学金 那甚至来讲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佛罗伦社 他就是奖学金给了一个 小女生 那他就是在 等于是他高中大学的时候 遇到困难 所以他将来 他后来毕业之后 对我们佛罗伦社 就是非常感激 所以他也当选了我们福清团的地区代表 然后代表台湾出去参加亚太福清杯的竞赛 也得到冠军 所以说这个来讲他就是一种回馈 所以你对他的一生来讲 他每次的演讲都会让我很感动 他就是会感谢这些奖学金带给他的一个帮助 每次都一定会提到 对 那我想现场其实也有一个 每次都一定会提到福论对他的帮助的人 就是我们的教授 那教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上班段的节目 您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您也有接受过福论奖学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接触 跟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帮助 我当时候是 我有点特别 我是当完兵以后 在科学园区做事三年 那存了一笔读书基金 大概20万 然后再回去读书 那读书第一年是硕士班 那第一年没有领到奖学金 我发现第一年 我就花掉了大概六七万了 那20万已经花掉六七万 剩下还有四年要过不知道怎么办 刚好那时候有那个 我的朋友他领过 那个中华福林基金会的奖学金 所以我就跟他请教 怎么去领这奖学金 怎么申请 怎么去申请 后来我有申请到 第一年是领到 中华福林基金会的奖学金 那第二年以后 我就去申请教育部的奖学金 第三年是申请国会会的奖学金 第四年是国会奖学金 所以整个我求学过程 博士班里面呢 我领了大概七十几万的奖学金 也算是非常的多了 对那这么丰厚的奖学金 其实你就不用太担心你的学杂 分问题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这样讲起来 就是说你之后是不是也像刚才总监 分享的一样那一位小女生 然后常常都会提起符论奖学金 其实我从开始工作以后 我大概每年都有 其实我一直都对社会上也都参与很多公益的团体 像首语学会 像生命一线 像消聚会 其实我从毕业以后一直都在当社会的义工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因为教授本身有领过 那教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你还有领过其他的 像国科会啊 或者是国家的一个奖学金嘛 所以你应该感受更深 你觉得符论的奖学金跟一般的奖学金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符论奖学金它是一个社会的力量 那我也认为说这个奖学金不应该是 你拿了以后那你如果能够再把它传下去 当你站稳脚跟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把它传下去那会更好 就是这个这个讲述呢不是指到你而已 就是你还要把它传出去 对 所以教授现在是不是也在做回馈 因为加入了 当然啦 对 符论奖都在做回馈 对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都是在这样做的 是 那总监跟我们讲一下 你觉得呢 在符论提供的这个奖学金 跟外面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您个人觉得 因为我们的奖学金 因为大部分都是符论奖友 发自自己内心善心的一个付出 那我们都会去找就是不是政府补助的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都会用在比较刀口上面 所以其实民众如果有需求 就可以找就像我们洪教授可以特写的这个符论奖友 看这个就是有别这种标志的 这个是我们符论奖友 可以去跟他做联系 尤其是我觉得刚才讲到给孩子的奖学金的部分 奖租学金 其实很多青汉学子他符合资格的 是我们就不谈 有些是边缘户 边缘户有时候就很尴尬 他其实处境也很艰难 又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家里像是有房子的话 政府的认定都会觉得 那你有房子你有租产 对不对 那你房子可以拿去抵押 你不能说你没有钱 你不能说你是低收入户 但是他们如果沦为租房子 其实他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所以他们又被 他们就是边缘户 这个在我们扶轮之子的部分 就是国小国中生的 我们就是发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赞助的 其实有很多不是政府所谓的低收入户 就是他们实际上来讲 因为政府没有把它列为低收入户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申请 政府的补助 我们的主要就是针对那些的学生 那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还会跟学校的校长合作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请他们提供名单 很希望说校长能够跟我们福伦社来配合 那我相信我们福伦社的 社友的爱心应该够的 当然需要量力而为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说 跟学校能够做一个合作 因为学校最清楚学生的需求 对 而且他们其实提供的名单 一定是最确切的 他们知道谁有拿到补助 谁没有 而且家境真的不好 那也真的需要社会的援助 福伦刚好又是这样的一个团体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这样子的孩子 对对对 所以在求学之路呢 我们想请教总监 总共已经有多少学生受惠了 以这三个奖学金来讲 你来讲好几万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详细的计算数字 因为有分成不同的层次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详细的计算 对 那更何况你光是福伦社本身 它有些是自己筹设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小女生 他们一年有些时候一给就给十几万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到底有多少 但是超过几万人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教授也是其中之一 那教授要不要帮我们就是再呼吁一下 如果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可以去做申请 就像您当初一样 对 在福伦社里面 刚刚总监也讲就是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很 怎么讲 就是福伦社社友都爱心是够的 对 就是只要你提出你的需求 那福伦社社友他也会做一个判断 那觉得说 如果他自己能力去帮助也还不够的话 他会找人来 就像我们 呼捧一半 对 会呼捧一半 会找更多的人来一起参与 所以真的有需求的话 你不用客气 真的不用客气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嘛 我们大家都听过筷子的故事 一根很容易折断 两根也很容易折断 但是一把就没有办法了 对 所以其实福伦 刚才讲起来社员其实有五十位嘛 五十位讲起来 五十根筷子耶 怎么可能随便可以整得断 如果每个人一千块就多少钱 是 两千块 对 所以说这个来讲 我们是会很乐意去帮助 那主要是要合理 要确确是需求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爱心被拦用 因为毕竟这些资源给了你之后就不能给别人 对 就好像气暴事件 我们两次这么多 对 收债户让我们也很感动 有收债户来申请的时候 我们跟他讲说 你一付只能申请一次 他说他就只要申请七千块就好 因为我们的三千是五万块 他说真的吗 他就是说把这些给需要 其他需要的人 他就只申请七千块 这样真的蛮感动的 对 我们也是非常感动 代表他就真的需要七千 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也不多力 也不贪心 因为还有其他更需要的人 那这也是我们福伦社的宗志 那是不是再请总监帮我们讲一下 你们福伦社主要的中心核心思想 就是除了和平以外 还有什么 我们就是 第一个 就是结合有服务意愿的人 我们共同来做促进整个一个世界的和平 亲善跟友谊 那第二个我们是希望能够提高职业的道德标准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四大考验 这个是可能其他社团没有 就是第一个是是否真实 那第二个是是否一切公平 第三个是能否促进这个信誉友谊 第四是是否能够兼顾彼此利益 所以我们在做 我们在想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话 我们有这个四大考验作为原则 在我们前面 就是激励我们服务人必须以这四大考验作为一个理想 那做事情 趋于服务的时候也要禁忌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四大考验的底下 去做这些的服务 那也是更重要的是 多元跟尊重还有包容 因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 你也达不到和平 尤其是不同的职业 当然是不同的角度跟声音 意见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很习惯不同声音 但是我们要适时捍卫别人说话的权益 对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说 今天才了解原来服务人是每个职业只能有一位代表 这样讲起来真的是大家 所以我们跟其他国际社团很大的不同是 我们绝对不是一言堂 我们是多元的 是跟其他社团 有些社团来讲 他大概都是有所谓的精神领袖 那他大概可能他的意志会贯彻 意志会领导大部分人 那我们原则上是由夏而上 是多元的声音透过尊重 透过这些包容 来达到整合力量来出去服务 因为我们最终的一共同的思想就是操我服务 就是去服务 是 就是用和平的信念去做服务 今天节目中真的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总监以及教授来到现场 今天的高雄亮起来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